想要在北山广深混下去还真不容易,但是,在北京混不下去,重返深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对于贺希宁来说,在北山广深混也好,在其他地方混也罢,有球打就行,不追求地方的好与坏。 在前一阵子,深圳新世纪篮球俱乐部,未经控股篮球俱乐部及贺希宁本人共同协商之后,贺希宁决定重返深圳,因为他租借了北空南兰的三年时间已经到期。 这三年时间真的是白局过气,转瞬即逝,遥想三年前,当时还在深圳青年的贺希宁为租借到位控队,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,贺希宁才开始了自己真正的CBA职业生涯。 一开始他在北空的时候,球打得的也还是不错的,CBA生涯首秀,面对吉林顿砍下16分,职业生涯的第一年比赛,成绩单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为什么会在三年之后混不下去,是因为在上个赛季许孟军的出现,使得贺希宁的出场时间大大被压缩,但表现人体而言也还算经验,可委控南兰还是选择放弃了他。 在上各赛季北空队的最后一场比赛,马布里在自己的退役仪式上特意点了他的名字,说是很感谢他给自己让出了三号球衣,没想到贺希宁并没能传承马布里的经验,也没人继承马布里的衣钵,还是回到了深圳。 回到深圳,也未必真正有立足之地,因为深圳南兰的后防线上,人才本来就很拥挤,也许他的回归意味着有人要离开。